接下来对行业进行了定义和分类之后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核心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行业的生命周期 行业的生命周期我们会首先给大家做一个描述 那生命周期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分为哪些阶段 有哪些特征 其次呢我们会对行业的发展阶段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影响行业沿着行业的生命周期线去发展 影响它的繁荣和它的衰退的这个因素有哪一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非常简单的图 这个图呢就是我们的行业生命周期图 非常非常的有名啊 那在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创业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是成长阶段 然后是成熟阶段最后我们有一个衰退阶段 这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创业阶段也被经常称作幼稚阶段啊 当然有的人会把它分为五个五个阶段 其实都是差不多 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一样的 都是大同小异啊 那么在这四个阶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别的啊 在创业阶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行业的发展相对的非常的缓慢 但是是处在一种增长的情况之下 那么到我们进入成长阶段的时候 整个行业的发展开始变得非常的迅速 那么可能这个增长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快 这一增长呢到成熟阶段仍然是在保持啊 成熟阶段的前期我们可以看到 行业仍然是在一个增长的情况之下 但到了成熟阶段的后期啊 这个我们的增长趋于稳定 甚至开始出现下滑的迹象了 到了衰退的阶段 那整个行业就出现一种逐渐萎缩的一个情况 我们接下来详细来看一下 在不同阶段的一个特点啊 那么在创业阶段的时候呢 由于我们的这种行业或者说产品刚刚出现 刚刚在市场上打出这个头面来啊 那很多消费者呢 对这个产品完全不了解 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比如我们说像这个盒子类的产品 刚刚投入市场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对吧 那么大众对产品是普遍缺乏认识的啊 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市场需求相对比较小 因为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是吗 不知道该怎么用 所以市场的需求相对比较小 那导致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身处这个行业当中的企业销售收入会比较低 而且呢增长的可能不会那么快啊 增长的相对比较的缓慢 这个时候啊 你可能前期投入了非常大的这个固定成本 然后你的销售收入又比较低 那么造成的一个很可能的结果就是亏损 对吧 所以虽然你的销售收入在增长 但是仍然很可能是面临一种亏损的状况 所以我们讲它的市场风险是很大的 因为第一产品是不稳定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产品到底能不能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产品 第二啊市场的认知是比较低的 我们不知道能不能为市场所接受 能不能为大众所认知啊 这个是我们所面临的市场两种这个主要的市场风险 那么由于我们存在比较高的市场风险啊 然后我们的销售收入又比较低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能吸引到的投资者就非常的有限 我们知道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的时候 我们会充分的去衡量我们的风险和我们的收益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风险非常大 严重的超过了我们对收益的这种估计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进入这部分的投资者 很可能是天使投资人和这种比较偏早期的这种VC 也就是我们的创业投资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所以我们会看到它比较适合这样的投机者和创业投资人 包括我们的天使啊 所以这是创业阶段啊 到了成长阶段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随着我们的这个企业在进行不停的营销啊 或者说市场啊 产品在市场上获得了一定的口碑 我们有口碑的这种传播啊等等等等 那产品会已经为大众所认识到了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啊 这个规模 市场规模开始迅速的放大 因为我们就知道啊 市场的这种传播 它不是成比例的这种传播 比如说口碑传播 尤其是这个样子 一个人可能告诉了两个人 两个人就能告诉六个人 六个人可能就会告诉二十个人 对不对 它的这种传播 我们说可能是非线性的 所以当它出现增长的时候 这种增长也是非常迅速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公司的销售收入 可能就会实现一个迅速的增长 当然了 由于前期我们的固定投入 也可能比较大 所以这一阶段 成长阶段的前期 可能还处于一个亏损的状况 但是由于我们的销售收入 在迅速的扩大 所以啊 过不了多久 你的利润就会变成正的啊 这个时候就开始盈利 那么啊 这个时期呢 我们的市场风险 仍然处于比较大的一个状态 那么首先是因为产品 虽然在更新换代 但仍然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其次 这个时候政策风险 可能是比较大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滴滴打车的例子 我们现在叫滴滴出行的例子 那么像滴滴呢 在2012年成立啊 2012年成立 那么成立了之后 它有一个非常迅速的发展 可以说到2003年下半年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进入了这个成长阶段 增长速度非常的快啊 那么14年更加使它爆发的这个一年 所以即使在13年14年 13年下半年到14年这个时期 增长非常非常的迅速的时期 那么它仍然面临了非常高的市场风险 为什么 因为这个阶段仍然没有获得明确的政策的这种方向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一直以来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就是网约车是不是合法 是不是合法 因为我们都知道网约车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的 之前也爆出来非常多的安全风险的这个案例 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在政府的方面 一直是没有明确这个态度 一直是没有出台非常详细的这种政策 或者说措施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滴滴出行这样的我们说网约车平台 其实就处于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 非常灰色的地带 那这种情况下 对它而言是存在非常高的这种市场风险的 因为一旦政策不允许 对它来说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我们讲这一时期呢 虽然你增长非常快 但是第一产品还不稳定 第二啊 政策可能存在风险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市场风险仍然是比较大的啊 第三点 对投资的需求非常非常的强烈 我们仍然以滴滴出行的这个例子来讲 它在13年7月的时候进行了一轮融资 这应该是它的 碧轮 碧轮融资 融了1500万美金 那么1500万美金到了2014年1月 它又进行了一轮融资 这一轮的融资 它们融资了1亿美金 然后到了2014年12月 也就是一年还没过完呢 又融了一轮 这一轮融了7亿美金 所以大家会看到 这个融资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为什么啊 因为烧钱烧得太快了 不知道大家对那个时间还有没有印象啊 因为啊 为了抢占这个市场份额 像滴滴打车和快递打车 都在补贴用户和出租车司机 啊 那么啊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啊 你这个我们说字面意义上的烧钱都不会有这么快 对吧 所以像这个7亿美金 你如果一天烧烧几招 你可能一年都烧不完 那么但是像滴滴打车的话 就这样几亿美金迅速的就可以烧完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会看到啊 在这个时期因为发展非常的迅速 所以对投资的需求是异常强烈的 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呢 可能本身也是对资金可求比较强烈的例子啊 所以具体的企业 大家要具体的去进行分析 具体的行业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不要想所有的行业都是像互联网行业一样 这么烧钱 其实未必啊 那么所以我们来看 投资于优势企业常常获得较高额的回报 我给大家仍然以滴滴出行为例来说一下 大家就知道我们的回报可能有多高 像刚才说的2013年7月的时候 是进行了一轮1500万美金的融资 那么截止到去年6月份 据传啊不知道后来这轮融资有没有做 据传滴滴打车进行了新一轮的融资 那么当时当时的估值 据传是280亿美金 所以你们要知道当初三年以前 投资于滴滴出行的这部分投资者 到2016年的话应该至少已经翻了几百倍 所以你们会看到这个投资的回报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 当然仍然这是因为互联网行业啊 其他的行业可能不会有这么高的回报 当然成长阶段投资的话 你的回报还是非常可观的啊 我们会看到这些VC啊 就是我们说的创投公司 他们在成长阶段去进行投资的话 到最后退出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有几十倍的回报 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 接下来呢 随着我们的整个的市场的发展 我们就会进入成熟阶段 进入成熟阶段之后 我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那就是产品成熟 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但一般不会拿出来讲 那就是我们会发现整个行业的增速减缓了 增速减缓 相对于成长阶段的迅猛增长 成熟阶段的增长已经变得非常的平缓 而且每一年都处于相对的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了 这是成熟阶段的前期 到后期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增长会逐渐的降到零 甚至变为负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行业的整个的生产能力会接近饱和 那么市场呢也趋向于饱和了 那么买方市场逐渐的出现 因为市场饱和竞争加剧 所以就逐渐的从卖方市场转到了买方市场 那么像我刚才说的行业增长速度会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这个时候呢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在激烈的竞争之下 到了成熟阶段的中期或者后期 我们会发现市场由一个或者几个企业出现了这种相对垄断的状况 那么仍然以这种网约车平台为例 我们会看到13年14年左右的时候 市场上是有滴滴打车和快递打车 两大主要的巨头在进行活并 对吧 那么后期当然也有一些小的这种网约车平台 我们就先不讲 那么后面呢这个Uber又进入了中国的市场 所以形成了这种三足鼎立的这种状况 但这种状况呢也使得竞争加剧烧钱的速度也在加剧 那么到最后呢我们会发现竞争到最后 这三家就并成了一家 对吧 那么首先是滴滴打车和快递打车出现了一个合并 但其次呢这个滴滴打车又把Uber中国买掉了 买断了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会看到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之下 我们逐渐出现了一个垄断或者是相对垄断的一个局面 在其他的类似的行业也是同样 就比如说仍然以互联网为例吧 就比如说这种电子商务平台 像京东啊一号店啊之类的这种 你会发现到最终也是只剩几个大的这种厂商在这个行业里面 其他的小的已经全部消失不见 所以当然这也是互联网的一个特性 得到最后一定会拼到只剩几个啊 几个大的企业 其他的这个行业呢 可能还会更加的允许这种小企业的存在 就比如说我们说传统的这种消费品行业 像吸发水 吸发水我们知道现在大的大的这个企业 应该就是保洁和联合力化 对吧 当然但是除了这两家之外 我们还会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小的定位于细分市场的 对不对啊 那么所以其实啊像这些传统的行业的话 我们除了大的这样的企业之外 还会有小的企业来存在于一些小的细分市场 但像互联网是非常独特啊非常独特 那么到到最后呢很少会剩下小的这样的企业 基本上都是几家大的在进行主导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市场风险会比较低 因为这个阶段我们会看到对企业而言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相对稳定 并且在稳定增长的一个现金流和利润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产品已经相对稳定 政策已经相对稳定 整个市场都进入了相对稳定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们的市场风险这个时候应该是非常的低啊 那么由于我们的现金流非常的好 对投资的需求也已经变得非常小了 但是这个时期进入的投资者呢 他的这个投资回报是相对的比较稳定的啊 风险比较小啊 这个回报也相对比较稳定 那么我们仍然是以这个滴滴出行为例 来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时期我们的市场风险相对的已经比较低了 像我之前说的这个产品不稳定 到现在我们会发现像滴滴出行的话 它的产品已经非常的稳定了 我们在13年14年会看到经常改版 每次改版可能都有非常大的区别 但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看到每次改版 它可能在这个界面上产品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都是一些小的方面更加优化的一些方面的改动 那么另外一个是政策方面 我们会看到应该是在16年还15年 那么我们国家应该是16年啊 就出台了非常明确的网约车的管理政策 那么就是指比如说你的排量要达到什么级别啊 你这个驾驶员要有多少年以上的驾驶经验啊 等等等等 你的车牌号要符合什么什么样的规定啊等等 会看到有详细的这样的细则出来 所以整个的市场已经相对的稳定下来了啊 这就是我们讲的 为什么这个阶段市场风险会比较低 接下来随着时间的发展 我们就进入了衰退阶段 那衰退阶段的话 我们会看到会有大量的这种替代产品会出现了 然后呢 我们所讲的这个产品的这种更新换代呢 已经跟不上了啊 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就是传统手机的例子 传统手机我们知道是以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为首 对吧 两大巨头 那么但是当他们发展到衰退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出现了一大批的智能手机的生产上 就智能手机是传统手机的一个很强的替代品 那么啊 像诺基亚和摩托罗拉 他们的产品的更新换代就没有能够及时的更向 啊 所以呢 市场对这个传统手机的需求就开始越来越小 那由于市场需求的减少 导致了身处这些行业当中的企业的销售收入逐渐的减少 利润被压缩 那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就面临着非常危险的财务危机 在这种财务危机下 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传统手机生产商商都遇到了这样的危机 小一点的可能就已经破产或者卖掉 像摩托罗拉的话也是遇到这样的危险 应该是卖掉了对吗 那诺基亚也是一度遭遇到了这样的危险啊 那么所以这个阶段我们重新啊 市场风险又到了一个增加的这个境地 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已经不适合投资介入了啊 我们以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是广西的一个公路旅客运输的周转量的一个统计 我们以这个图来看大概看一下这个不同阶段的区别啊 像这个公路运输的话 这种行业都属于非常存在时间非常长的行业 所以它的创业阶段我们很可能都已经看不到啊 所以我们大概就看一下这个成长阶段和它的这个成熟阶段的这个情况 那么像前面我们会看到有两个时期 它的增长率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情况 到了25%左右啊 那像这个一整个阶段的话 我们就可以称它为是成长阶段 那么过了这个阶段以后 我们会发现增长率逐渐到了回落到了2%到5%之间 那么在这个区域呢 我们很显然就称它为是这个成熟阶段了啊 当然这个下跌是由于这个非典的影响 整个行业的衰落的话应该还会在更后面 衰落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 就是我们的销售收入 整个行业的收入开始出现下滑 就是负增长 这是长期的 不是一年出现负增长 就是说它进入到了衰退阶段 不是这样的啊 谢谢大家